要说自然界中最爱睡觉的动物有哪些 那必然少不了澳洲国宝级的动物考拉 考拉曾凭着呆萌可爱的外表 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他们最经典的形象就是趴在树上睡觉 可以说要是比谁更能睡 那考拉几乎是打边天下无敌手 他们每天最常能睡22个小时 是名副其实的睡神 但其实考拉并不是天生就爱睡 他们之所以每天都昏昏沉沉的 是因为考拉的食物造成的 考拉最主要的食物就是氨树叶 氨树叶含有丰富的水分 也就是说可以同时起居食物和饮水问题 所以考拉才能在树上那么长时间 也不用下去寻水 但是大部分的氨树叶是有毒的 考拉吃了之后就会呆滞 只不过为啥他们明知有毒还要吃氨树叶呢 其实这也是考拉为了生存的无奈之举 因为他们身形小巧行动缓慢 所以在寻找食物时 抢不过其他动物 最后只能吃别的动物都不食的氨树叶 后来随着物种的演变 考拉也逐渐适应了这种情况 他的肝脏进化出了能番茄氨树叶毒素的能力 不过刚出生的小考拉 还不具备这种能力 所以只能吃考拉妈妈的便便